最新一期台電出的核能月刊裡面講述各國核電廠廚藝或核廢料處理 但從去年8月之後原本在網路上公開的內容卻被下架 讓外界質疑難不成是民進黨主張反核 不讓民眾有知的權利嗎 連免費都還不一定有人去看何況要付費 那其實我認為他是 就是他對於這種核能的知識他不需要人們知道太多 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已經出品37年的核能月刊在104年 民進黨政府認為台電應該把大眾關心的發電核能免費放在網路上 但只隔4年台電把月刊從網路上下架 認為提供的內容是公司智慧財產必須使用者付費 只是他可以再做一個導入的動作 就是OK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你可以到比如說什麼圖書館去 才比較不會讓人覺得是不是有一種刻意不讓大眾去的 後來我們檢討說這是屬於智慧財產權 所以智慧財產權的話 那就比較像我們台電的工程月刊也是一樣 它就不是這種資訊公開的方式了 台電澄清並非隱藏資訊 畢竟刊物每個月發行一千三百份 提供給專家學者以及大學高中圖書館 也在部分國家書店販售 但明年又有核四重啟的公投 挺核專家認為資訊應該公開透明 以免被誤解為政府前置民眾的瀏覽權益 記者陳怡軒碧欽涵台北報導 蔡政府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請按讚